这是往年重阳节前夕各里发放进牢礼金的情况 也许办活动庆祝或是长辈们排队领取 其中也有不少是由里长亲子送到家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减少群聚 没有办法办活动之外 不少长辈为了减少接触 也将往年领现金都改为申请汇款 以系指区来说 有31572位是符合领取重阳礼金资格的长辈 其中就有将近27000人选择汇款 第一个阶段在9月24号 那那个我们会直接汇入我们长辈的户头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那个我们过去长辈很多都现场领了 那我们今年也是改成 由汇款的方式来做一个领取 那我们今年我们的系指的汇款率 已经达到85点多% 那这个也感谢我们长辈跟里长的支持 方便嘛因为我本身对这个转账比较喜欢 不必再去碰现金 人也不用再跑一趟啊 对啊疫情期间我们也比较不喜欢去摸现钞 像有时候我们去买东西 我都用义务卡给他逼一下这样就好了 也不要去碰现金了 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啊 疫情没有这么严重啊 都只去里长那里而已 今年他说叫人去用邮寄 去用邮寄汇 汇 大家比较没群聚 有民众是早就有汇款领取的习惯 但是有不少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改选汇款 所以比起去年成王里金汇款率就提高了三成 其中以中效里汇款率最高达97.07% 也就是说里内一千多位的长辈只有34位选择领现金 而除了会在9月24号会入账户之外 其余领现金的则是会在10月2号陆续在个里发放 65岁到79岁我们每位长辈我们制证一千五百元 80岁到89岁我们每个长辈制证两千元 90岁到99岁我们每个长辈制证五千元 100岁以上我们每个长辈制证两万元 那另外我们就是巡往力 我们当然还是会有一部分是采现场领取的方式 今年我们还是一样就是由公所同仁 还有会同理长跟志工 在活动中心或是一些指定的地点来做一个发放 那这边也请有收到通知单的长辈们 可以依我们指定的时间跟地点来做一个领取 也要提醒民众注意看通知单上面的日期 个里发放礼金的时间都不太一样 如果过了时间也要尽快到汐止区公所领取 公所发放时间一直到12月10号为止 绝成慧玲 汐止财宝报道 我们下期见 回忆?! 感谢观看